在比赛开始之前 为四川牧里森林火灾铺救中英勇牺牲的烈士 进行默哀 一声哨音 中超联赛第四轮强强对决 中和国安主场迎战 苏宁一购 上半场正式开始 边路的主攻 看看埃德尔的速度 把球躺下来 告成对方余扬拉人的犯规 而主裁派马日齐已经掏出了黄牌 出示给了国安队的中卫三号余扬 站在开球前的 是埃德尔掩护了一下 李扬左脚打飞向球门 多多还把球抱住了 往刚才右路躺起来 底线附近倒三点穿进来 门将马日齐帮助了 马日齐这一瞬间 仿佛像球员一样 这个确实有点堪扰 奥古斯托 封给了李磊 调整好传到门前 帕莱塔立功了 别拉再打被张宇宁挡出来 大水冲的龙王庙 在这个快速退手的时候造成了困难 然后打乱 打起来 巴坎布有机会打门 帕莱塔 其实中国国安在攻守平衡方面 需要特别注意 存在隐患 巴坎布断球成功 这种是国安的机会 张宇宁自己左脚打了 飞向球门球进了 21分钟张宇宁帮助竹上作战的正后国安 取得了比分的领先 1比0 这一下周云就是应该是出现了一个 他应该有的一个失误 所以说退手的时候一下子 竹下宇宁挡 张宇宁这赛季已经是两次左右开攻在地区外远射 这个脚法运用的也确实非常好 张喜哲的远射啊 不超幅度漂亮 同时也看到了艾拉连线 两个人的一次传递 脚球开出来 逃脚顶到了乌锡 飞向球门 稍微差了一点 这个球距离球门还是远了一点 艾德尔的拉边 看 直接的将犯规的欲扬罚出去 看法在第42分钟的时候 北京中国国要在接下来的比赛时间中呢 实战十一 机会越来越多 乌锡再给直塞 这边特际拉的机会 还是特际拉 但是奥古斯多拉了回来 队长乌锡 给球给他漂亮 停下来 谢高飞的射门 被挡了一下 再给到边路 俊宁一高队迅速站好了防守 再前点垫了一下 张锡哲 脚后跟 大坎步 将球打进了 然后呢 来看看边排 应该就是以进球无效 可以看一看 奥古斯多的这个分球是非常的好的打开了进攻的态度 就是这第一次的进攻就已经非常的有威胁 但是 但是无法完全的确定 天花呢马之奇呢在自己看完了视频助理裁判的影像之后呢 进球有效 看他这次机会 谢宝贝左脚自己打 关用脚是左脚 所以左脚的射门 帕莱塔非常勇猛 持中国的远射门 面对李磊 再给身前球 埃德尔再传到中路 汪松的射门 完成了人球的合一 测身的凌空抽 其实进攻人数也是差不多了 往进去里面 不过汪松就强点 张细哲下半时就是一个人在踢两个位置 奥古斯多 这赛季呢 汪松在联赛中进球来的要比上赛季早很多 第三轮便取得了联赛的手球 上赛季实在最后一轮 这球如果给直红的话 居然是改叛了直红 张细哲拿球自己打门了 突过来 王子明扩大了比分 讲话王子明呢 取得了个人在联赛中的第二例进球 当时的U23球员巴顿 所谓的球迷心中的巴顿将军 这个赛季王子明 脱颖而出 球队在中间场的另外的小将刘国博 其实也是这个赛季值得期待 不管比赛到了什么时候 比分如何 球员和球迷都没有放弃 这个时候全场比赛